音乐 我觉得百年老店不能一成不变 因为现在送礼的人希望说送礼的人有面子 那收礼的人又觉得惊喜 那食物吃到口中又觉得哇怎么那么惊艳 所以说我们一直从原物料的精选 还有就是包装的改进 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服务的创新 所以这方面我们一直在进步 老的顾客其实是很重要 那些是非常忠诚 那新的客人真的是要开发 不然老的如果凋零以后 其实你就会断层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这种食品制造业 我们现在缺工大概达到平均10% 我觉得我们更多 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工具 来协助我们的人员 就是更有效率地去做他们的工作 以前的话就是到官网的后台 去确认订单内容 然后要一个一个把订单的资讯 就是key到我们的ERP系统里面 那因为都是纯人工的方式 所以过程中一定难免会出错 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导入OMO 所以它自动汇入的话 是完全不需要核对订单内容 它是完全就是正确的 以前的话大概花半天的时间来提订单 那现在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内 就可以结束所有的订单流程 那事实上像我们高丙业 我们的中秋节的忙碌的程度 是我们平日的是四倍 一千 就是常常比如说首开ERP的单 它们都是要写到凌晨五六点 以前中秋节的话就是 都要两三个人 然后全部一起打定来 如果我们办活动 或者是做促销活动 都是要就是自己算好 折扣价格 你可能就不太能做组合的促销 那现在的话如果是直接设定好 然后直接汇入的话 它就是直接有帮您算好折扣跟金额 我觉得总结来说 就是大大的提升我的订单 打单的效率 那就是节省很多人力 然后大家可以提早下班 然后节省公司的加班费 然后再来是减少出售率 事实上我们有常 我们那个加班费的部分 就减少了四十多% 那我们现在这种方式中 也比较敢开始做一些 比较大胆的促销方式 就是我们前年中秋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提订单要很久 所以上订单有时候 都会延了至少两天 四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 几乎我们生产那边 接到订单的时候 隔天就得出货 所以会来不及 所以会变成我们的工厂那边 它需要依照往年的数据去猜说 我今年什么卖的比较好 那前年就刚好猜的不是很好 事实上我们那一年 大概报废了有四五百万 那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开立订单的速度变快了 还更准确地抓到我们往年的资料 我们从原本的36%变成8% 我们以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管道 这两三年呢 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现在网购的部分越来越多 所以事实上我们旧的这种会员卡的会员 已经不复使用了 因为以前我们的客人会跟我们讨论说 因为我来门市买很多 但是我想要到网络上面买的时候 我又是另外一个身份 我没有会员了 对那也是因为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想说好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线下跟线上的会员资料 全部做得整合了 现在用我们新的会员制度之后 我们这一年来的话 我们的新会员增加了37% 那我们现在新的经营方式的话 我们就是会员有分歧 就可以刺激说客人想要往上面移动这样子 我们还有那个红利点数 很像我们上个月才做一个 那个妇女节百倍红利点数的活动那样子 那当然最后还有就是会员的专属活动 对所以让大家加入会员的意愿更高这样 我们现在的回购率从去年一开始的9% 那我们到今年已经变成40%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成长 成长 因为我们发现说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那我们现在都会开始收集这些分群跟分众 然后我们事实上新的产品跟包装 都会根据这些数据 然后我们来做更新跟优化 那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广告费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营收可以是之前的4倍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数据的话 事实上是这样难达成 钱云宝全在这次导屋前 他有遇到两个最大的痛点 那一个就是在订单的部分 然后一个是会员 那订单段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因为在节庆档期的时候 他们的订单大爆量 那以及他们过去都是主笔的手打单 那会员的部分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会员是分散在不同的渠道 他们没有办法去精准掌握到会员的一个全貌 所以没办法做一些行销的规划 那我们这一次帮陈云宝全做到就是透过资讯化的部件跟流程的一个规划 像是提示他们订单的一个数据入入的一个效率 那也加强他们在会员经营上的一个一致性跟可操作性 那同时在这个订单出了他的效率提升外 然后让他们在 让陈云宝全在这个数据化的营运上面是有所提升的 谢谢大家